大家好,我們這組 有報告的是美女長髮組織 第十九組 我是戰盾 然後我介紹一下我的組員 然後我是陳瑞宏 然後我是鄭雲凱 然後我是鄭雲凱 然後現在我就開始我的報告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 等一下要透過裡面 第一個是網頁介紹 然後網頁解討 然後程式說明之後是主緣新人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資料來源 然後這是我們網頁解討 大家可以先開一下 那網頁介紹 這是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是由一個音樂播放程式 把一個電流記憶棒想遊戲所構成 可以讓玩家邊接音樂邊玩遊戲 除此之外 也在背景方面 設置了一些會不停調柔軀化 另外 遊戲也只有一個有生命值LINE的功能 碰到牆幾乎扣生命值 而且 每次經過轉換處 機會有美女 出 強力男性玩家 問女性 對不對 講到這裡 你是不是想玩的呢 想玩給你白銀 我自己都一樣 想玩 想玩嗎 好 既然大家那麼想玩 怎樣我們將PO一位同學上台玩 在這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程式碼部分 這是迷宮城市說明 我用程式說明 我們就贊言凱同學問你解釋 我先講我的迷宮城市部分 那我們在迷宮城市呢 是以一個叫processing 就是那個 以Java與法為基底的一個 互動多媒體編輯程式 processing寫的 然後它裡面主要 它需要的 就是除了程式內碼之外 它需要有外面 負責給的一些 其次檔案 像是字體檔啊 然後 還有它本身的那個 檔案 PDE檔 還有它的根據 Java檔 那就這三個 是它主要組成的程式 然後 我們這次遊戲的程式 我們用processing 開始這個畫面 那 一開始 最左上方 一些參數 就是 我們要先宣告出來 那裡面包含了 滑鼠坐標 然後 圖案 還有那個 技術 技術的生命值 還有那個 讀檔的 讀字體檔的 那些參數 然後 接下來我們看到 下面那個setup裡面呢 它裡面就是裝 我們 視窗的設計來講的話 它那個上面 要先射出一塊 號布 一塊brand 然後裡面的一些 基本的設定值 還有讀檔 你要先弄出來 你才有辦法做下一步的處理 然後 下一個畫面就是 我們繼續往下拉 然後就看到說 Draw這個裡面 就是開始 我們程式要做的東西 那 setup裡面 就是把環境做好 然後呢 讓Draw來執行它裡面的東西 那 它原本應該是 可能 一毫秒 執行幾次 或者是一秒鐘執行 一千次這樣 那 可是有的時候它是看你的 電腦 你做什麼動作 它在呼應什麼動作 那它是寫法很多種 那 你看你是要對應什麼動作 有不一樣寫法 那我們這邊是抓滑鼠 所以 我們就對時間上面沒有做任何設定 然後 我們現在就開始看 像那個 Target X跟Y 就是 然後下面那個 自體檔 我們剛剛講的 需要的外面自體檔 就是這個 ScalarSense Cabus 32 這個 VLW 自體檔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 我們要提示 使用者 就是這些玩家 怎麼走 跟一些生命值的 自傳 然後下一個就是 我們迷宮牆壁 要射 因為你撞到的話 它要做相對的反應 所以我們要先把 迷宮的那個 雛形做出來 然後 我們 我們那個 生命值啊 它假如說歸零的話 我們會封住滑鼠移動 代表出你已經 結束了 已經死了 那下面就一個判斷 是是專門判斷說 你的 滑鼠已經 碰到那 抗的 你的生命值已經沒了 只有 會做的動作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們轉彎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是美女藏寶圖嗎 那那個 美女藏在 那個轉彎處啊 它對應的圖片呢 跟你滑鼠移到什麼時候 會顯示圖片 我們就設定在這個畫面 然後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Java 那其實這個 以Java 為基底的程式啊 我們一年級 上Java的時候 有用到那個Appleet 是那個網頁 那這個就是它原本的樣子 對 就是跟上面那個程式碼是很 就是一樣 只是說它是轉過來 這個轉成剛剛那個畫面 然後這就是那個 我們在用Processing 先跑出來的畫面 這個要轉成網頁 它有辦法像我們待會兒要做的遊戲 那這是最基本的圖形 對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 其他播放程式跟那個 那個學畫程式的說明 然後至於這個播放器 這個MP跟播放器 只有Lash 轉型 對 然後其所需要的檔案 有這幾個 然後Config XML 是播放器的設定 然後Playlist 搜索播放清單 然後第三個播放檔 UFO 這個是播放設定檔 然後先講一下 它裡面這個程式碼的部分 這一行是在講說 它是連結到UFO 連接這個檔案 然後這是學畫部分 就是要把那個 它那個 它那個檔案 摳進來 連接到裡面 然後這是播放器 是別的名稱 然後我們是指定多數播放 等一下就有很多手課 就是看大家要訂成 可以播放 然後這是 這是 挑學畫素的 就是程式碼 然後這可以控制說 同時調學畫素 然後如果 如果選畫檔案越小 就可以容許的越多 然後這個就是 它的 播放的模式 可以控制說 它種種的一些功能 隨機播放 自動播放 然後這個就是 各位 就是等一下就知道說 裡面 就是裡面放什麼歌 就是Playlist 裡面 所放的一些歌 然後現在 現在講一下我們主演新的 主演新的就是 其實就是 做的東西 還蠻複雜的 然後 比較辛苦的是那個 正元凱 對 還有陳瑞宏他們 就辛苦做很多東西 然後 有很多東西都他們找出來 還有很多圖片都他們找出來 所以 很期待 其實呢 他應該本來還有一個 反正是 我請教人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問題是在哪裡 那個 資料庫 所以說 說不出來 因為資料庫那一邊 跟 做 還蠻蠻蠻蠻的 對啊 對啊 今天就是 你 誒 就是 我剛好負責的地方就是 那個 MP站那個 播放檔 播放整治 他那個學畫的部分 我覺得 剛開始就是 不知道怎麼弄 然後後來去接觸 看一看之後 才比較 要緊 然後才 也真的做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 覺得說 就是這個東西要 大家要討論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上面 有一些 代購 所以 並沒有說得 那麼的 盡善盡美 然後 這次 就是 我是負責做迷宮的部分 那其實 迷宮這個點子 是我在上另外一堂選修課 互動式多媒體裡面 想到的 那其實這個是我在 互動多媒體裡面 做的專題 然後我想說 那這個可以 因為我們有 要做export 要給他匯出來 然後可以匯出成網頁檔 就給我一個靈感 想說 可以這樣做 然後 就是 分工上面 就是像剛剛那個 陳任王講的 我們因為一直都沒看好 其實有分成四大塊 那 可能就是 好不要做留言板啊 網頁連結啊 然後還有 就是一些播放器特效等 那所以 到最後 有些沒辦法完成 我們就只剩 就只好說 跟story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 開始 現在下一頁 然後先講一些資料 來源 然後迷宮城市教學 部分是 互動是多媒體 課 然後播放器 支援長由這個網站 因為這個網頁所提供 然後 圖片的 等一下那些正妹圖 來源是那個 卡提諾論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論壇看一下 然後這個 參考書集 就是我寫那個 播放器 一些東西 所參考的 這本書 好 接下來是電話 時間 好 好 好 謝謝